大批搜救人员整庄出发跟时间赛跑 因为南投五届部落又雾名游客失联一整晚 地面上派出支援人力台中和南投锦销合作 共同进行搜救行动 连空勤队也加入救援 接获失联民众在河床上等待救援 队员立刻开沙滩车前往街坡 原来会迷路是因为领队搞错方向 领队一直在我们走 说在走30分钟就会到了 我们走了好几个小时问他说还要再走多久 他说还要再走30分钟 连续问了三四次都讲同样的话 你是怎么受胸的 没有啦 走到另外一边 忍住脚伤终于脱困 只是回想起当时状况 当事人余悸有存 他本来要睡了那里有野猪跑出来 我就赶快跑过另外一边 就很倒霉 就听那个领队的话 台中清水区公所26号举办员工旅游 一共24人参加 这让领队和导游各一位 一行人前往当地的知名景点已现天 没想到有五个人玉石未返回集合地点 幸好经过搜救人员彻夜搜寻 失联五人全数获救 昨天晚上五个人太累了 是睡在一起这是好消息 他们现在一定是又饿又渴 经销初步研判 游客会在山中迷路 是因为河床沿途没有手机讯号 才会失联 那另外三位 他们都是平常很辛苦 在我们清水区里头割草的 铺铺油的 所以体力都很好 失踪的五个人因为走太快 错过转弯点 结果越走越远 索性陆续被巡获 员工旅游总算是有惊无险 近新闻招爱解忠诚良邱平易 采访报道 来吧 阿兔 那边 阿兔 阿兔 那边 阿兔 我在 跟 我 已经 完成了 在 我 一 iley 我也